美国总统当选川普决定提名前国安幕僚巴特 担任FBI的局长取代现任的瑞伊 川普的最新任命 他将提名前国安官员律师巴特出任FBI局长 取代仍有三年任期的现任局长瑞伊 巴特曾经多次呼吁剥夺FBI的情搜角色 并且指控拜登政府拿FBI当成打击政理的工具 川普的关税大半横扫 逼得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必须到佛州海湖庄园跟他共进感恩节晚餐继续会谈 尽管会后他说会谈非常棒 却也语重心长 川普甚至还在社群媒体严厉警告 华想要削弱美元 他将祭出100%的关税制裁 川普的感恩节晚餐 当然少不了最近跟他年TT的政府效率部长马斯克 川普甚至还在播放他的竞选歌曲YNCA时 点名马斯克一起跳 川普的小儿子拜伦跟妻子梅兰尼亚 在旁边看得津津有味 川普内举不必亲 曾经提名亲家公查尔斯库许纳担任驻发大使 让川普的内阁及外交人士 变成亲朋好友大集合 李先生编译 我给别人打诉